来 我是去里边见他吗 上头没得交呗 钱你们也收了 而且事情都说好了 能见上一面 你们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这我管不着 上头就是让我来拿钱 有事哪儿上头说去 点鱼掌 点鱼掌 说话你呢 走 走 卑鄙 下 无耻 是 叙数什么学 光里白读了十几年的师叔 光里刘洋十几年 你居然被一个官场小吏 把弄于鼓掌之间 你修炼了你 这白鱼是虚文诸人吗 和这样的卫同流 你修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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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让书成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 他开始仇恨这个乱世 仇恨官场里的种种仇行 同时也怨谈自己的无能 甚至后悔 严令书白去自首 西僧啊 你想赐点什么 我去做 我什么也不吃 你出去我爸 你让我一个人静会儿行吗 晓得了 看着那盆清水 书成知道 要像像他读过的书里说的那样 举世皆拙而我读清 出于泥而不染 恐怕是不可能了 你决定去教育部上班 去就是了 不用跟我说 校长 我确实也是没有办法 既然我现在担任司长的职务 我就想把他做好 那你何苦 还牵着我这一文不明的教授呢 教书育人 是我回国的志愿 我不会以为公职 编没了自己的理想 理想 恐怕你徐司长的理想 是想多拿一份薪水罢了 我问他 我说一句话 可是他也不应该怎么办 他必须要得到你 你的课程依然保留 你可以随时回来授课 如果你还愿意的话 好 秋实 其实你知道 我对做这个司长一点兴趣都没有 对双份的薪水更为兴趣 我知道 你是为了数百 也不全是 就是 这些天 我真的认真地思考过 既然上天给我这样一个做官的机会 那为什么我不能好好地去把握它 古人都说了达则兼济天下 对吗 书长 如今官场贪末横行 怕只怕你兼济天下为狂 却难免同流合污 坏了清廉之身 藏朗之水清晰可以灼我阴 藏朗之水灼夕可以灼我做 义十足成千古恨哪 清师 你能不破我冷水吗 我这可是终颜逆儿 好了 好了 晚上我请你吃饭 祝贺徐大司长 高官得座 骏马得起 步步高升 飞黄疼 行行行行 我现在没工夫跟你开这样的玩笑 哪位是徐书成徐司长 我是 徐司长 总督学请您去一趟 现在吗 对 是 书成 看来你们总督学 还是很器重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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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了 好 您最好是别来 上回我们赢了 您耍无赖 玉山弄弄 少爷没辙 拿我们出息 给我们一顿嘛 你哪儿 上回是上回 这回是这回 我就玩两把 不行不行 换个点 换个点 我就玩两把 我跟你说好了 我愿赌服输 啊 哎呀玩不下 玩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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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要不下 要 要 要 开 暴山吞翅 少爷 愿赌服输 熟爷 熟悉不下 愿赌服输 你还玩不玩 玩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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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玩不玩 玩不玩 玩不玩 玩玩不玩 玩玩 玩玩 玩 拍 老板 闲 从事 凶 打 三 三 你也不断 何师傅 别上活 别上活了我呀 来来 要了要了要了 来来来来 您这些文人啊 心思太重 心机太多 我就是想请你吃顿饭 这话您算说对了 我就是个书生 就是个文人 就算我现在当了司长 我也就还是个书生 若承 你也不要自欠了 你不是不知道吧 你可是大帅 非常器重的人 也是非常看好的人 而我呢 同样也非常地看好你 我刘洋回来 不过就是想踏踏实实地教书 真正教出几个好学生来 我就把你做了 可我现在身不由己 我做了这个司长 那我就把这点事做好了 你能有这么踏实的工作态度 我心里感到非常地高兴 但是 换海浮沉 谁又能断定明日之时呢 对于当前的时机 我想你也应该有个大致地判断吧 现在是支凤两席联手 万夕恐怕撑不了多长时间 一旦直奉胜利了 我想京城这几个大小官员们 恐怕都会面临一场 大的仁事调整 就是军阀之间的礼仪交换 所谓一朝天子 一朝臣 你也不想要 直来直去 说话不管而抹角 我还真是喜欢你的坦诚和直率 可是你想过没有 接下来教育部内部也要进行挑招 而你这个位置 是没人能够取代 也变不了的 为什么 这都是我跟大帅距离黎正儿得出来的结果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 你有一副文任的风骨 你不想当官 觉得毫无兴趣 你只想教好你的书 对吧 您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陆爷 干什么呀你 数千了吧 你别烦我啊 你别烦我 看出来您不痛快了 走走走 我请您喝 喝两杯 我不去 喝两口 我不去 喝两口 走吧 你觉得 一个国家的未来 最后我当你靠的是什么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我问你的这个答案 一个国家未来的关键 靠的就是教育 我真的没有想到 您也是这么想的 在你们知识分子眼里 是不是都觉得凡是从政的人 都是那些个脑满肠肥 恶疑凤肠 欺言覆试的蠢员呢 我从来也没这么说 书城啊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确实是有许多不尽完美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站在外面去批评他 嘲笑他 这个很容易 可当我们有一次机会有可能去改变他 去完善他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抓紧这次机会呢 书城其实并不清楚 总长说的机会具体是什么 但教育救国的话题 让书城大有殊途同归 相见恨晚之感 他试着告诉自己 也许自己一直盼望着实现报复 大战宏图的机会 真的来了 喝一口 喝一口 喝什么喝呀 这会儿工夫 这是一堆事呢 喝痛快 这事就忘了 你说得到轻巧 酒醒了以后 那不还剩这一堆事吗 二赖他鬼的那事您听说了吗 你也知道了 二赖可是个臭无赖 这个一水寻门的什么啊这儿 他敢跑那儿撒烟了 要葛千匆借他八个党 他还不敢上门闹去 这说得是啊 可现在是民国了 先吃点吃点 不进了 我得回去了 你别走啊 我有事找你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有什么事 快点说 好 别着急 我啊 我前点日子回天津了 对了 我听说了 你得天津啊 在一个从宫里出来的那个张公公那儿打杂 妈打杂跟您一样 管家 那他妈废话了 怎么能跟我一样呢 那是跟他 他妈太队 你甭管他什么 反正我伺候他 你伺候老爷 那太不一样了 张公公不是稀罕我 赏了我一个送定腰的鼻息 什么玩意儿 送定腰的鼻息赏给你了 吹什么牛呢 偷的吧 尾妈到我这儿就得透透了 赏他 天搭鼓来哄 不管了 接着说 这不是赏我一个鼻息吗 我要结婚有妈用 我得要钱呀 前日子 碰着一个山西老客 辈儿要钱 就想要这鼻息 说五个儿紧条卖给他 你直接卖给他不就结了吗 你找我干什么的 这马上就到您了 这山西老客有一毛病 不管这东西是真的是假的 他得知道是从哪儿来的 就这么跟您说吧 这东西他要从公公那儿买 别说五个儿挑的 十个儿他都认 他认为是真的 要是从我这儿买 他给我一个大羊子都不乐意 不是 这里头还是没我呀 这不就到您了吗 我就想让您 装成这东西的主人 让他相信这东西是真的 您小子 让我装成张公公 那太监 妈装太监 装老爷 装您们家虚老爷 那是千超的汉民 他 他家里有鼻息 他合情合理呀 对吧 您就想把这宝贝 出手 我 一个一个下人 装成我们老爷 那那也不像啊 人靠衣服马靠啊 您就把徐老爷那身衣服串上 断着再说了 这善系老客也没见过汉林长麻烟 汉林麻烟他也不知道 就这么跟您说吧 这事要办成了 陆燕 我给您一百块大羊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我穿上我们老爷的衣裳 那是范上 不行 一根挑的 两根挑的行了吧 怎么着 也得三根筋挑吧 我告诉你 老子就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老子收不到钱 老子跟你没完 三根 这都倒四六了您可够狠的 我不管你这倒四六还是正开武 三根筋挑 行 谁让您那么照顾我呢 三根 三根就三根 陆燕您可回来了 怎么样 赢了 那快进去吧 大小姐在前厅正等着您呢 快进快进 大小姐 您 您找我 您回来了 我今天看了一下账本 算了一下 如果 本咱家的田产卖了 应该够三根筋挑 好 明天您去趟乡下吧 跟做咱家地的农户商议 把田产收回来 然后去一趟方家 让长青哥 帮帮忙 把这些田产都卖了 那儿 书荣 根本就不用去找方长青 也不用变卖田产 您容我老陆啊 再去想想别的办法 我 还能想什么办法 就这么办吧 父亲 您现在 就把乡下的地气收拾一下 明天一早 您就出发 把事情办了 早一点 给孩子的母亲一个交代吧 这个二赖子呀 他就是个赖子 他要是最敢我 我 我 不多说了 我就想让您 装成这东西的主人 让他详信这东西是真的 这汉林家有个鼻息 这不合理吗 您就想把这宝贝出手 小奶奶 你今天气色好多了 少奶奶 进来吧 回少奶奶 陆爷病了 今天怕是去不了乡下了 病了 看浪中了吗 没有 陆爷就说夜里招了点风寒 头又有点疼 不用看浪中 睡一觉就好 可是人家 这给了我们三天的期限 这天足不能拖 小孙儿 一会儿 您跟我去一趟吧 少奶奶 可您的身子 没事 正好出去偷偷记 那少奶奶 我去准备马车 快去 陆爷 我回来了 事办妥了没有啊 都办妥了 我就是按照您吩咐的 那么说的 陆爷 您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就别问了 照着我的吩咐去办不就结了吗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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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扰着您了 惊扰着您了 啊 老爷 您要埋怨 就埋怨老陆一个人吧 谁让徐家 只剩下这一条路了呢 老爷 老陆 这不也是为了徐家吗 为了殊荣 和您的外孙子 日后啊 要是有什么报应 那就都落在老陆一个人头上吧 老爷 老爷 要不这么着 就这一回 你看看 您吓得我一大跳你知道吗 陆姐您窜着真硬 活腿一看您老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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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少奶奶呀到乡下去了 怎么着也得上午以后才能回来 那够了 咱说点正事 一会儿那陕西老板来了 您能给我断着点啊 别给我弄砸喽 你就放心吧 不过啊 托儿啊 我还得问你 您卖给人这样东西叫叫是 比喜是吧 这是真的吗 要是假的 贵贱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干 我的好鹿言 您老别再借结果牙给我撩跳的 这么敢您说吧 我拿我爸爸法师 这东西绝对是真的 那可说好了 散个儿不变了 散个儿 存散个儿 怎么不变了 就不变了 你自己寄意 还是正事 对 你快想拿着 够气派 没骗你吧 这棺材怎么回事 你说这棺材怎么回事 你说这棺材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这不欠日子我们老爷 歪顺女儿掉河丽燕死了 那就白劲了嘛 那应该摆放在院里 怎么挺大门的 你说为啥摆大门口 我哪知道 为什么摆大门口 这不怕我们老爷 看见伤心吗 你还进不进去 我进去 老爷 乌鲁板来了 里边请 里边请 老爷 我这儿给您请安了 罢了 罢了 初二 可看这儿啊 不是 初板 请坐您 谢谢老爷 是 什么老板呢 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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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人哪 回老爷 山西晋城 对 有这么个地方 怎么发财呀 药材生意 那那 生意可好啊 不值理提 不值理提 我听说您是前朝的汉林 小的敬仰得很哪 不瞒您说 我在老家有个铺面 铺面虽然不大 却也说得过去 去年我巧有机缘 得了一副 名文争名的山水真迹 我把它挂在了政厅 可惜呀 美中不足 差一副对联 今天我三生有幸得见您老 我想 想求您老的一副莫宝 不知 哦 润笔费 好商量 好商量 别说了 我们老爷省气了 我 我没说什么呀 你一提签的字他就省气 对对 让 让出去 让 让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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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那我先告辞 来 出发 告辞 告辞 你这脾气不小啊 那当然 不是 别走啊 咱们 我说徒隆吧 说说咱们那事啊 骂丧 宋定谣比喜呀 还逼喜呢 这丧也做不了了 不做了 魏妈 魏妈 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欠丁临办嘱缝 我们老是批的 好嘛 你愣着他要 要字了 他那莫宝 不是王公的贝勒 王爷就是指腹熏腹什么的 你卖药的你敢找他要字 你真扛开牙 这马上做不了了 做不了了 他现在不是不掌权了吗 他不掌权他也是汉林 知道吗 这马上不做了 别别别 兔爷 兔总管 这生业归生业 咱不都谈好了吗 你还想做 想做 想做 这 等 那是咱们吓死我了 这我出这身汉了 快点啊 快点啊 我上演啊 这东西可是喜太厚 赏给我们老爷的 这绝对功力的玩意儿 那死人 错不了 你先拿着 你拿银子 解住了啊 使根条子啊 你过过数 不用 亮你也不敢骗我 咱们这儿我还得送你是吧 不用 快 走吧 不用 留步 好 好 事情怎么样了 捕了 捕了 这个 塑好的 您的三根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哎 哎 你得着这钱 预备干吗呀 我回天井做买买去 哎 陆爷 您可是个好人 以后啊 又用得着我的地儿 您就掌嘴 随叫随到 万一我见买买 也别腕椅了 卢妍 我省一定能做大了 用得着钱 用得着人 您跟我掌嘴 我绝无二话 行 行 行 我先走了 回去吧 走 哎哟 卢妍 你吓得我一跳 你干嘛老这么一惊一炸他呀 不是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刚进了一会儿 富蓉啊 哎哟 您就放心吧 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等明儿个 把这三根筋条 给上了一会儿 那二赖子不就消停了吗 父亲 这三根筋条 是哪儿来的 是 是这么回事 二赖子呀 来闹过世以后 我心里就烦哪 我就跑到老爷的坟前 我跪的那会儿 也带着我呀 想老爷呢 我就跟老爷呀念叨 我说老爷 您活着的时候 谁敢欺负咱们徐家 我呀就在那时念叨啊 念叨 我一会儿啊 就睡着了 等醒来以后不得了 您猜怎么着 有一只兔子 结果身边 蹭冷就过去了 我说这还得了 再经了老爷的坟 我就开始追这只兔子 我一追他呢 他就跑 这兔子呀在前面跑啊 跑啊跑 我就在后边追啊追啊追 猛不叮的 半丈多干也有勾啊 这兔子蹭冷就过去了 我也蹭冷一下子 就掉沟里了 哎 我想应该摔个好胆的 结果没有 屁股底下很软不激溜的 我这么着定睛一看呢 您猜怎么着 您猜怎么着 是个女人哪 用的那个包袱 我就打开一尘 再打开一尘一看 正是这三根金条 好 父亲 您跟我说实话 这个钱 是不是挣到来的 舒荣 老陆啊 不识字 没有文化 但是那个缺德冒烟的事 绝对不会做 您就放心吧 好吧 您去歇着吧 那我回去了啊 少奶奶 这陆爷说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管是真是假 就当是父亲在天之灵 在保佑我们吧 有一次机会 有可能去改变它 去完善它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 抓紧这次机会 初登官场 就眼看办成一件大事 让徐淑成感到一丝 做官的快感 但当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对舒白的挂念 就油然而生 忘不了的 当然还有扭兰 好 叫什么 秀棍子 不代了 十六 我一会儿什么进来 be 伏测 jong 你新来的吧 懂这儿规矩吗 什么规矩 在这个地方 老子受了算 这是我们老大宋大远的 上面那些警察说了不算 你混腻歪了是吧 八爷 什么事 我们家虎爷想找这小子会会 看到我正跟这小子聊着吗 那小子最好跟老子放聪明点了 跟我过来 是 叫什么 卢淑白 懂这儿的规矩吗 什么规矩 在这个地方 老子说了算 刚才那边那个人说他说了算 你们俩到底谁说的算 干什么呢 二爷 到点了 坐饭去 得嘞 这就去 二爷 最近一号里多了几口人 厨房有点忙不过来 您看他是不是给我添两个帮手 147 146 你们俩过来 以后就到厨房去做事 开心没有 谢二爷 去吧 还愣着干什么 走啊 好 几点吧 还能做饭 这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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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 快点 快点 我的嘴 拿我笔干吗 说什么呢 你哪只眼看见我拿你笔了 这是我的笔 是你奶奶 你叫声她答应吗 我进来的时候有记录 记录你奶奶 你再瞎上了 老子把你手指头白断 别说钢笔 筷子都让你拉不住 你把笔还吧 老子现在就给你扔了 走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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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规矩 消息气才会 看 消息气才会 看 消息气才会 消息气才会 好 笔为了跟笔 咱还秘密 挺笑的 走 快走啊 快走啊 开门 有没有个喘气呢 让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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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来要钱吗 对 就是想要钱 那要是钱给你了 你是不是就不闹了 那当然了 张手 拿上钱 还这棺材 滚蛋 这数不对吧 怎么不对啊 不是说好了 三条小黄鱼吗 咱们不是说好五条吗 说他妈什么呢你 哪钱这五根呢 做地额钱 滚蛋 乡亲们 他们君子堂 害死我外甥女儿 说好陪我五根金条 现在拿三根就算了事 你们该拼命理 有没有他们这种表怜的 别定烫的啊 不是这么回事 你管不管 不关我 瞅瞅你的心吗 这么多人啊 够热闹的 叔妹子 上次我求你帮我的忙 你说了吗 我可是在家里面等着 可是方家的轿子 一直都没来接我 该不会是你跟方长青 合起伙来蒙我吧 明蓝姐姐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刀家小姐 徐家出了很多事情 这会儿工夫 我们大小姐 顾不上您说的这件事 多大事啊 说来听 停 停一下 爷 哎呀 停车了 您看 前面好像是刀家大小姐 大小姐 包美兰 是啊 您忘了 当初 老太爷给您定亲的时候 咱们不是见过 刀家大小姐吗 真真是她 就是她 就是她 她怎么到这儿来了 爷啊 咱们过去不过去啊 停停停 先看看 好几回说好了 三条小黄鱼 结果刚才那会儿工夫 他愣要五条 您说说看 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别废话 今儿不给我五条黄鱼 我这事跟你没完 怎么个没完法呀 说来听听 你谁呀 没事边站上去 这里头要是有我的事呢 你这是想替徐家挡刀啊 不 奶奶今儿把这事遇着了 我还就替徐家挡刀了 说 冲 说 嗯 冲我说 冲你说可就不是五根金条了 那是几根金条 刀家小姐 怎么着也得十根啊 二赖子 你他们小的 十根金条啊 太少了 我给你 你他妈敢打 刀家小姐 您别开枪啊 这样会坐牢的 你知道姑奶奶是干什么的吗 敢跟姑奶奶要钱 姑奶奶饶命癌 有两下子呀 咱是上不上 再看看 再看看 一看你这小子 就不是个好东西 到底怎么回事 说 不不不姑奶奶我说 我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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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前两天 我看那马家媳妇 孩子被淹死了 然后 然后我就觉得 能能能讹徐这一笔 我就带着他们 我就过来了 真的真的 是这么回事吗 我 我 我跟你做主 说吧 说呀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